今天来开箱刚刚发布的 Honor Magic V3 有没有觉得这个背景很不熟悉 很不像我平时studio拍的样子叻 没错我现在就在中国的一个hotel里面 我再不拍我再来不及出几天 其实是因为今天刚好是我用它的第五天 我觉得我该test的地方都已经test完了 所以很有资格去讲它了 时间刚刚好 所以这台Honor Magic V3 我先把我最有感的地方讲出来 你们才有兴趣看买下去了 高贵 很轻很薄 电池很耐 还知道 旗舰就是旗舰 老实讲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找到它的缺点 真的是刚刚发布就在我手上了 你们懂那个感觉吗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讲外形和颜色 Malaysia版本一共有三个颜色 青色 黑色 还有我手上这个有点特别的 叫做silt brown 它有点肉眼看哦 带红的 就是很尊贵 很奢华的那种暗红色 尤其是中款 它用了古铜色再加一个磨砂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它的转轴的位置 它特地做了一个 菱形交叉设计 很漂亮 再配上这个暗红色的树皮皮格 我是觉得OK的 关于轻薄这件事 不过我这种折叠机 可以越做越薄 这台机它薄到啦 然后我放在桌子哦 我真是拿不到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其实上一代Magic V2就已经很薄了 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打破它的记录 9.9mm 然后现在还来一个 自己超越自己 这种事情 我真的做得出来 V3只有9.3mm 打开更死 4.35mm罢了 阳光 重量226g For your reference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它不是折叠机啦 它都已经232g 8.6mm了 所以你讲它是不是很夸张 目前史上最薄的 很像折叠机 非你莫属 然后讲一下 刚才我忘记脱下来的保护壳 它是买手机的时候 一set送过来的 它其实是有前面跟后面的 但是我只喜欢用后面 所以现在只有后面啦 它上去了之后哦 它连中框都可以包住的 很好的一个包覆感 然后它是跟手机本身 是同一个设系的啊 镜头的位置 这边都在一个圈圈 它可以成为一个手机支架 可以看戏 屏幕上面 这是前后都用了 目前很流行的一个叫做 真微曲面设计 就是它把屏幕做到边边这边 手感是一流的 你不会感觉到什么边边角角 但是 它又可以自己站住的我 怎么做纸不屏啦 它真的可以站的 你们信我 诶 不出来了 折叠的链接类 也是用了全新的结构和材料 所以手机变薄变清 一部分也是因为它 给我的感觉就是哦 不觉得我像在用一台折叠机 你知道吗 因为它真的太薄了 它包到我觉得我在当它是一个普通手机用 我用外屏哦 就已经是可以直接settle到全部东西了 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呢 它的外屏就会比普通手机窄一点啦 但是 大家看我就是一个7.92寸的大screen了啦 而且它真的是很薄 这个是我的passport 你们看看 这一片外屏我觉得值得要讲一下 V3这次用的叫做金刚巨烯玻璃 上一代V2是没有的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只有V2Proshare版本 就是RSR才用这个玻璃的 现在直接在V3上面用上一样 那它的好处什么呢 就是10倍抗刮 还有10倍奶甩 就是很抗用就对了啦 还有一个新加入的功能 防水 上一代V2是没有的 它用的是IPX8的防水等级啦 你可以手试试拿手机 可以冲凉下雨的时候听电话 甚至可以丢进洗衣机里面 这是他们现场示范给我看的 但是你们不要试啦 会不会有人想要问 这么薄的手机 到底电池会不会收我的水勒 也不会哦 还有5150毫安的电池 用的是第三代的青海湖激素 然后还有66W的有限充 and then最重点来了 有无限充诶 Oh so hard诶 上一代是没有的 5天用起来的感想就是 它真的很耐电 我这整趟旅程我都在中国嘛 我就拿其中一天特地记录起来的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是100% charge满电 然后我就开始拍影片拍照 中间诶 我有坐好一个车 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面 我狂刷小红薯 到hotel之后咧 我就开始修图 看youtube 整天我是开着漫游的 然后最后我剩下40% OK 到镜头了啦 这次我觉得 V3的镜头改变真的蛮大一下的 V2明明是一个 不规则的 呃 长方形 然后V3直接变成了一个圆形 然后旁边还要被这个 八角形围着 50MP的主色 40MP广角 还有一个长方形的 50MP浅望式镜头 3.5倍的光学变焦 最高只是100倍变焦 我就带着他在成都拍一些照片啦 先讲结论 我觉得出来的成果是好的 尤其是人像上面 不懂是不是因为加入了Hardcore 所以整个感觉不一样啊 我发现大家对折叠机的拍照能力 好像没有过多的意见 可能大家会觉得定位商务的折叠机 相机部分不要太查就OK了咯 所以还是要讲一下 Magic V3和200 Pro一样 它们都是有Hardcore 人像模式的价值 它经过Hardcore的色调调之后 成果 我觉得是可以的咯 尤其是拍人啦 Magic V3支持四个焦端 超广角 广角 两倍 还有3.5倍 白平衡稳定 光线稳定 抓焦也是没有问题 那Lowlight的话咯 简单一句话 概括AI的贡献是最大的 还原效果咯 是很自然的 光源曝光控制不错 低光下面的抓牌也是OK的 整体来讲咯 Magic V3的拍摄能力 属于中上水平 可是拍照好不好看咯 还算奇事 我觉得Magic V3这是给我的拍摄体验感是有加强了的 比如说左手控制住嘛 右手控制模式 然后再加上这个超大的screen 这个就是折天机的优点 护眼不用我多讲啦 一直都是Horner的强项来的 外屏呢是4320Hz 然后内屏呢是一个3840Hz的PWM调光 TUV来因认真 住眠模式这种就不用我多讲了 因为我已经讲了几百次了 要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护眼模式 它叫做AI离脚技术 它是特别针对近视的人做的 长时间对着手机咯 V3就会自动摸你眼睛的效果 帮你稍微减少近视的机会啦 但是目前咯 就只有YouTube和GoogleBook 可以启动这个功能罢了 最后轮到了AI功能 这次V3真的做足了功课啊 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AI功能 which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讲的 叫做Face to Face Translate 很适合我这种英文很差的人 我现在直接讲 它就会秀在外面 我英文很差怎么办 我刚才遇到渣男 What should I do if my English is poor? 这个功能呢 它是only折叠机可以用到的 以后去旅行 我还要靠导游 我靠他都可以咯 那个渣男是谁 我认识他吗 这个功能HONOR不是第一个做的 第一个应该是Samsung 但是HONOR很贴心的 特地为了马来西亚市交流 那其余呢还有法语啊 意大利语啊 德语啊 西班牙语等等很多的 而且翻译不只是用在Face to Face 还可以用在Nodes 比如说开会啦 我可以录着对方讲话 然后回来咯 我就可以把整段语音翻译掉 还可以识别不同的speaker 厉害没有 比如speaker A B C这样子 第二个AI功能呢 就是AI Eraser啦 就是把路人消掉的一个功能 简单啦 写一张照片后面有路人的 然后我们就选AI Eraser 它就自动detect到这个人 是我不要的 呃呃 哇 他把这个人散掉了 我换成一个牌子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奶茶店 如果我连这个都不要 啊 哒哒哒哒哒 所以它的AI是会根据现场的情况 给出一些建议 如果你的那个建议都不要的话 你可以再delade多一次啦 诶我没有画好好的包 我自己画好好了 拜拜 哇这个很完美耶 你看这个很完美耶 我照片从原本的这样 变成了这样 而且我发现 AI Eraser还有别种玩法 就是换衣服 比如这件衣服我们把它涂满 当作是不要了的啦 AI就会自动根据情况 给出不同的建议 所以 新衣服就出现了 直接脱胎换股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啊 但是不是每次都很完美啦 试多几次 第三个AI功能叫做 Super Split Screen 目前这个功能呢 只限在王者荣耀上面 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 我已经打开了的啦 然后我们确定 开始游戏 走 看嘛它就自动 split 起来了 上面是画面 然后下面就是控制台 超控的地方 就不会被手指遮到画面 第四个功能叫做 多照片对比 这个功能呢 很适合当你拍了很多张 很像的照片的时候 你不懂怎么选 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啦 2 3 4 然后下面有一个compare的 按一下 它就会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这时候呢 比如说我要zoom in这个部分 可以看哪一个表情比较好一点的 我要zoom in这个椅子 或者手的部分 我就可以一次过 看到玩完 你就可以很好地去选择 你想要哪一张照片是最好的 啊折叠机的其中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悬停嘛 悬停了之后呢 Magic V2 它就变成了一个摆设品了 你可以这样放 也可以这样子放 看YouTube 上面播video 下面可以control进度条 或者是打快 拍照的话 上面可以看画面 下面可以按快门 或者是选照片 总结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的人 他不买折叠机的最大原因啦 除了贵之外 就是因为后中 因为后中你就不想拿出来 不想拿出来你就变得很少用 很少用你就会想 不如我买一个普通的纸板手机就好了 但是HONOR MAGIC V3 它就把折叠机做到非常非常跑 首先先把你的困扰解决掉先 最后讲一下马来西亚开卖的版本 还有颜色啦 刚才讲了三个颜色啦 黑色青色还有brown color 然后它只有一个版本 就是12GB加512GB 价钱是多少呢 6999 然后preorder喔 送超级无地多东西 到9月12号啊 送Magic Pencil 送Magic Watch 4 送SuperCharge Wireless Charger Stand 还有365天的平睡宝 好了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